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問你們怎樣看國民教育 還有你知不思事學民思潮 我對學民思潮有種叫做 我覺得他們是不了解的 首先要這樣看的 如果你說國民教育科是一個小孩 我覺得這個講法太嚴重了 你相信現在這個社會力量 在香港一個叫高科技的年代 資訊流通的年代可以洗腦嗎 如果可以洗腦的話 我們做地區事務我們知道 很多青少年甚至未成年的人 去被勞 吃這些什麼什麼 變壞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盡快拿國民教育去和那些小孩 那就沒有社會問題 最重要是一個因 我兩個兒子都在教會讀書 但你從來都沒有入教 你知道教會學校都要去洗奶 但我兩個兒子沒有 他一樣在學校安排去天主教 去聽做禮拜 就是什麼 我身邊的朋友經常跟我說 去教堂什麼都不去 我覺得不會用一個人去看過癮 但如果你說現在大陸都洗不到腦 何況香港怎麼會洗腦 大陸都還說是一言堂的政府 但是他的年輕的配 大陸都沒有辦法洗腦 那麼他的資訊是沒有流通的 但香港的資訊這麼流通 怎麼會有洗腦呢 何況我們對香港人是有信心的 好像你們一樣都有自己的看法 是吧 我兩個兒子都應該大過你 都去大學 他都有自己的看法 就是你拿出來上課 老師的責任 是要告訴你 為什麼這樣對 為什麼這樣不對 老師講教課之後 學生自己會分析 會過濾 所以我覺得國民教育 因為國民教育是洗腦 是不成立的 是這樣的事情是妖化了 那你覺得是不會影響下一代的 不會 如果你說國民教育 是誰提出的 是胡錦濤在2004年來香港 新一屆就職去講的 香港的年輕一代 是需要有國民教育 讓他多些認識國家 這是很正常 接著曾蔭健就去推 推到現在這個階段 在新政府搞完落行 執行了 去試驗了 就突然出現了這個風波 但你看回這個風波 之前 張文剛同意的 教育同意的 在立法會裏面 60個議員 只是在毓民和大教反對 在整件事來說 我就覺得 昨天你贊成 今天你反對 今天你贊成 你明天反對 明天贊成後日反對 這個對香港好嗎 所以我覺得教協 是要負責很大的責任 他為何不把學生好好教好 你現在看那個私營行 推國民教育 那些家長全都是歡迎的 那沒有 學生是自己去分析的 其實國民教育不是洗腦 那根本不是洗腦 那另外我想問 譬如現在在香港的政治裏面有不同的黨派 我想知道你對民建聯這個黨派有甚麼看法 如果我是很膽敢說話的 我曾經見中聯辦的時候 我記得應該是2007年 中聯辦有某些人叫我幫陳阿勤 當時陳阿勤帶著選 那我坐下來我就跟他說 民建聯他有做事 但是很霸道 如果他改變了他的霸道 他不失為一個好黨 民主黨他在地區都有做事 但是又要改變了 沒有每一種東西都反對 他在反對之前 他就要說出為何我要反對 我有更好的建議 那別人都不聽就反對 我們說自由黨就等於在沙灘上 建了一間漂亮的屋 別墅 幾個浪逃到來 那些沙子跑掉了 別墅就倒了 我記得當時中聯辦的官員 聽了我說之後 就看了我 再跟他起床 碰多一次杯 他說 你是很少人跟我說這番話 這是四年前的事 因為我有我的看法 哪個黨都好 馬貓黑貓 捉老鼠就好馬 就不要經常吵 吵 吵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就是等於我們家裡 家裡常常吵吵發呆 是不是不開心呢 在一個不開心之下 家裡怎麼會有健康的發展呢 我們今天訪問就到這裡 多謝你先 努力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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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